八十八 澳門日報 為仔中起拱 路人甲 2015年7月4日 魏海D01影視傳真高樑世界最大影視基地 不在荷里活 而是在中國橫店 每日劑插著25000名臨時演員 遍地泛濫碰機會 被稱為橫漂 橫出於南北 更姓南北 追求影視夢的年輕人 早期北漂 混雜北京 每天守在北影 蹤影門前 等候臨記頭點像 南漂指上海 深圳 都是充滿夢想的人 大導演以東升北京上電視 表示橫店臨記最多 連北漂 南漂有志人士都向橫店集中 一 者女製作最多 炮火連天 絲橫片野 動接演員千計 每天片籌四十元 在橫店舊生活開之了 京戶生活指數高 北京文化之都 集中了有學歷 影視專業的人 普通抱著一看夢想的路人 只好來橫店了 以東升執導的電影我視路人甲 擔正氣鬼 當上主角的十幾個臨記 獵隊接受鳳凰衛士魯宇有約訪問 正面上鏡 有氣了 被問覺得有成功感嗎? 答若 我人生路上 非常成功了 未到橫店前 他當梅礦工 塔坊呀斷了腿 現在不用擔驚受怕了 可以對人說 我是演員了 演員 這個詞對我而言 份量太重 梁礁偉看我是路人甲是影 影帝社影評 2013年 我在樂慘基工作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臨時演員 他們平時都在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 有的是試應 有的是清潔工 但當你問他們是做什麼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說我是個演員 偉仔強調 能說出我是演員這句話的人 對演戲一定有熱情的 梁礁偉自認是路人甲出身 電影裡哪個叫曼國鵬的男孩 我當年的我是一模一樣的景如 不單是他 戲裡的每一個路人甲 從初入行時的不知所措 到演戲時的每一次用力過猛 都讓我忍不住笑出聲 就好像看到三十年前的自己 大美人林忠毅 發表影評 自稱是一希爾蕾 當年走在路上被拉入行的 是人都可以當演員 從這全無聲的影片中 梁礁偉看到三十年前的自己 官慾 可代入銀幕當主角 請注意 路人擔演主角 銀幕上的路人中 有許安華 劉偉強等一玉仔 導閃過 他們也愛這電影奇才 專程探班來的 並問有什麼可以幫手 夜觀橫店星像 周周周 梁礁偉被嚇到 流星警會發聲的 有請教導 領 從這Б峰上的事 開支架 幾次龍 高雄 離開幫手 琳礁偉被嚇到 流星顛